各位朋友 你好 回到VGAR资讯台 今天由小弟 马拉王子 我们现在当成为泰国王子 曼谷王子 有请这位上次与沈博士一起拍过 就是碧桂园代表Gary 多谢 今天我们又会请Gary上来 当然有些好东西想带给大家 我们上次搞了一场讲座和一场咨询会 反映都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在现场都问了很多问题 反映非常热烈 亦有不少客人都成为了我们的业主 没错 有些客人已经立即落定 成为碧桂园的楼盘业主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请Gary上来 再谈多一点的资讯 再谈深入一点 就给大家介绍曼谷的楼盘 把楼盘交给Gary 首先我之前本身是在东南亚区 在越南马来西亚 我都是较熟悉的 东南亚当地楼市都非常抢黄 碧桂园本身就简单 因为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 但真正的背景不太清楚 我们是1992年成立 我们在福布斯榜上排111 后面这张图表现了市值和排名 基本上如果看福布斯榜 其实我们比起很多在全世界 银行或保险公司都要更加前 所以很多人会问问题 你们那些楼会否有问题 会否有难尾楼 会否有什么问题 其实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个我们的财政实力 财政稳健 比起你买保险或摆钱在银行 都更加稳妥 后面提到我们有个碧桂园服务 这是我们是一个上市公司 基本上我们这间公司 主要为我们碧桂园的项目 不同的项目提供一些售后服务 在各方面的管理 例如是维修方面 甚至是代租管等等 各方面的服务 我们都会提供 这个对于很多香港的买家 特别是我们买海外楼 其实是非常重要 亦很受欢迎 这楼盘会否有这个服务 也是有的 我们有一个清单 清单会说明 我们是每一个服务的细节 我们在市场上 我相信也没有其他行家 可以提供到类似服务 所以上次我们的新业主去买的时候 一听到有这个服务 其实他们很安心 是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本地地地支援 我们亦可以提供到中文 即是英文 很多时候买海外楼买泰国楼 要懂得说泰文 其实溝通问题就能解决 我们也真正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非常好 Visland就是我们海外的品牌 在这个 碧桂园在海外不同的国家 譬如澳洲、美国、泰国、东南、马来西亚等等 我们都是用Visland这个品牌 这是我们泰国的团队 其实我们总共有六个项目 已经在曼谷 我们很多楼盘 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什么推广 因为其实一开盘都被本地人 或者国内的客户都已经是抢购一空 所以这次我们就特意在香港 推出我们一个比较新的楼盘 叫The Living Pegasim 简称PKS 在一个地铁站的旁边 在这个图里面的左下角 一个叫The Living的一个楼盘 简单 这里讲一点 其实为什么要买海外楼呢 一个就是因为现在银子贬值 全世界都印银子 所以买砖头就比较稳妥 是的 保值一点 疫情方面 其实泰国是相当非常稳定的 在东南亚市以至全球 疫情控制非常好 排名排59 其实它是一个相当于低的 的数字 由3月开始爆发到现在 其实疫情的数字 都是保持在3000左右的数字 所以泰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好像比新加坡低 低过新加坡很多 是的 所以这个是泰国做得比较出色 还有就是中美贸易战 泰国也是一个受惠者之一 因为很多公司和厂都搬过去泰国 很多金融业的公司 都在泰国设置一个总部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金融业和银行业 是开放的 早几年开始 因为泰国现在有泰国4.0 由最初1.0的农业 然后2.0的轻工业 3.0的重工业 到现在这是服务业 金融业 它是一路一路上去的 所以现在泰国很重视 在泰国4.0的金融业方面 所以未来的发展都非常好 看到他们在泰国曼谷 其实很多一些很出名的 国际商业机构 都在那边有总部大楼 是的 稍后提到我们的项目 其实来的金融CBD是非常接近的 在那里也有很多 就是东南亚区的总部 都是在那里设立的 也有很多年长者 50岁以上 也会考虑在泰国做一个 叫做养老签证 是要退休的 门槛相当低 你只要放下大约20万港币 有这个放在泰国 不要动它 做一个叫做Deposit 另外做一个身体检测 还有有良民症 你便可以在那里养老 没有限制出入的时间 非常好 所以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包括香港人 都会考虑 因为毕竟泰国很舒服 还有饭食食文化都很受欢迎 生活指数也比较低 所以这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 除了这个有泰国 有泰国 泰国精英的签证 这个也是 我看回数字 过往这四年 申请人数超过十倍 很多人 包括做生意人 或全家 真的想移民 泰国 都可以考虑 门槛有十多万港币 便出了一个 泰国 这些则是一个附设 这些附设 基本上等于一个财经 去到过关也不用排队 亦有人帮你拿行李 过关不用排队 很重要 因为我们去过泰国 曼谷旅行 便知道是真的排队 所以这是另一个选择 有个高二夫球车送你过去 再接你去 你要打球 便送你去高二夫球场 你要去酒店 是否会送你去酒店 说回我们的项目 这个叫做The Living Pegasim 看上去有两栋 看上去有四栋 左边的两栋是Block A 右边的两栋是Block B A、B两栋 最左边是地铁站 地铁站旁边是Sikon Bacare的商场 项目的右边是一条河 在河旁边有个私人码头 私人码头也有 香港叫街道 坐20人左右 可以有不同的站 可以去到市中心、夜市、商场等地方 上次有个业主买了这个单位 已经搞了手续 叶祖有记得女士说过 很方便 去过最大的商场 Icon Saem 他说搭这个小船就很方便 一个站这样到 很近 大概5分钟左右 是很近的 所以 我们都说上说之后 有水路、六路、六两路都有 有地铁、船 这也是非常罕有的 有选择 业权方面 这是永久产权的物业 有两栋 32层A栋 B栋33层 产权是永久产权 总共有904个车位 交佬日期2023年第三季 设施 设施方面有35项设施 包括有特长的 无边际游泳 足球场 哥尔夫球练习室 游戏室 都应有尽有 户型方面 最小的有24方 最大是55方 由小的大一房 和小两房大两房 中国有6个户型 哪些户型比较稀缺? 最小和最大比较稀缺 这些户型比较稀缺 看Google map 中间是微蓝河 河的中间 刚刚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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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是我们项目的位置 河的右手边 河的东边 叫做Saton 即是我们头壳顶的这个位置 最旺的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Saton 是一个传统金融的CPD 就像中环 里面有些法旗银行 中国银行 总部都是设置在那裏 很多地标性的建筑 都是在那裏 我们项目过去 其实都是十多分钟的车程 非常之近 所以交通 刚刚提过 除了开车之外 亦可以有地铁 亦可以有水路 这就是Google Map上显示的位置 后面有官方的车程 这就是罢湾区 这就是Pekasim Road 就是主要的通道 这位置就是项目 这就是商场 这个项目 这只只项目 那是医院 是有医院 就是我们旁边 稍后会有介绍 下面有商场 便利店 餐厅等等 整个环境 有绿化环境 有足球场 还有小公园 有一個叫做慢跑徑 這裏有一個河 一個私人碼頭 就在項目的右邊 這裏是我們的毛邊際泳池 85米分 天台亦有一個空中天台的花園 然後還有一些設施 例如健身室 健身室在哪一層 在九樓 有瑜伽室 有戈爾夫練習室 有遊戲室 都在九樓 有電影院 遊戲室 卡拉OK房 約朋友來唱歌 這裏是我們的 co-working space 現在很流行 疫情的人未必經常外出 在這裏工作上Wi-Fi 引擎工作 這裏是我們的示範單位 這裏是一個38方的職 我記得是1加1的 有一個open kitchen 38方這個不錯 是38方這個不錯 可以轉為兩房都可以 這裏是一個很好的 設計 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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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 的新的 就是針對年輕的 如果出租 就是年輕的 一般的白領 例如旅行 也可以當酒店住 或者是 度假屋 也可以 所以出租也可以自用 也是對的 我們到這裏 我們到這裏 200米去到地鐵站 大約步行 其實是幾分鐘 很近 200米 你剛才看過圖都很近 對面可以直接去到商場 去那條路 是全天候 去到商場 又是幾分鐘 另外去到CBD 叫做Satan Satan的一個商圈 就是15分鐘的生活圈 20分鐘 就去到鑫鑼商圈 很方便 所以附近有國際學校 有大學 亦有不同的超市 後面都會提到 地鐵站就是這個位置 剛剛新開 這個站和這條線 其實是一條延長線 就是去年12月才開通 所以現在未必太多人知道 但已經正在營運 Garry 我想問一些很更新的資訊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便知道 泰國有這些示威活動 他們的示威活動在哪個位置 其實是在河的東邊 即是另一邊 我們這邊是比較住宅區 基本上不影響這邊 所以有些人擔心會否 示威會否構成一些不方便 不會 我們這裏就自成一角 但你要出到市中心 也很方便 因為有地鐵 即是有些客人 有些客人會不斷問我們 海外部說 這個地方又會亂 這個地方又怎樣 其實應該這樣說 看看你選哪區 很多時候泰國有個好處 即使示威也很和平 這些活動是普通活動 很和平 而且現在這個交易的樓盤 在這個位置 其實遠離了市中心 最旺的地段 但附近亦是一應俱全 對 沒錯 要再去十多二十分鐘 非常好 香港人很喜歡 是的 我們那區本身 就是 其實在這個霸灣這一區 其實它本身就是 一個 以前皇帝住的一個 黃朝的一個舊區 但後來發展起來 其實就會遷移到河的東邊 現在因為那邊也飽和 樓價等各方面也升了很多 所以現在又再發展 我們河的西邊 所以以前 我們又叫舊區 亦可以叫新區 剛才提過 就是一個15元 Icon Siam 中間有一個Parkasim Road 四通八達 其實是一個十字 這裡是機場多久 其實你預計9個字 泰國是兩個機場 其實兩個都差不多 差不多 現在這個交易樓盤 就在兩個機場的中間點 沒錯 它有L字形 L是角位 坐船可以到達摩天倫椰子 亦光曬音 唐人街等等 可以坐船 大約10匹左右 10匹就可以到達 即是跟丁丁的價值相差 兩個多元錢 超市方面 剛才提及了 Sikon Barcay 是色光红色的 是有Tesco 这些是4-5分钟车程 可以去到其他更大型超市 如果要去超市或去餐厅吃东西 我们隔离的色光摆机已足够 较远较大约6分钟车程度 Icon Siam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最大的 总之去年有去过曼谷玩 也应该有去过这个商场 室内会有水上市场 本地人都很喜欢 游客也很喜欢 这个商场很特色 因为贵有些最顶级品牌 亦有刚才最地道的 这些水上市场 便宜便宜消费 贵便便宜买 而这个商场 Icon Siam亦在河的西边 靠近我们的项目 即是现在在曼谷的发展 不断在西边坚持 所以为何我们项目低水 因为之前交通不方便 当然是比较便宜 项目的楼价比较低 但现在因为通了地铁 所以楼价慢慢上升 所以聪明的读者 你们懂得选择 通常香港买楼价就很聪明 懂得买一些性价比高 低水的楼盘 现在这个楼价很划算 为何我们的客人很喜欢 第一 入场很简单 很方便 很便宜 第二 去到2023年才收楼 可以慢慢处理尾数 如果提到这个楼价 当时我们只要付楼价2成 就可以上车 2成就能看到尾数 2023年第3季才收楼 9月30日 剩下8成 到收楼时才需要付 所以在这段时间 亦可以转名 所以我们付2成就可以看到尾数 这是非常吸引 对于好受香港人欢迎 时间差不多 我们保留一些精髓 在我们未来的22日 22日下星期六 我们有一个讲座 专系第一次 我们就在大西北区屯门的分行 做这个讲座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打522513.2 在海外部耳线 留个电话给我们 我们就预留位置给你们 因为那天是一个资讯会 所以我们会预约 希望当日见到所有的朋友 有兴趣查询 关于The Living 碧桂园的楼盘 记得打522513.2 去联络我们海外部的同事 我们下星期六 22日再跟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读者 在屯门的分店查询楼盘 下星期六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